这老外啊 毕竟是老外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月饼文化的精髓呢 不过他们的创新倒是给月饼重新下了定义 月饼不但不需要是圆形的 而且还可以有各种风味的 那么你尝过披萨月饼吗 一定没听说过吧 好 快擦亮眼睛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看一看 这是在做月饼吗 之前助手已经把面团压得扁扁的 吹得松松的 而接下来来自意大利的厨师福克 就在面饼上涂上番茄酱 芝士 还有层层叠叠的火腿丝 腊肠片等馅料 他和一般的披萨和月饼都不一样 相信我 我会给你一个惊喜的 经过15分钟近300度的烘烤 披萨月饼终于新鲜出炉了 福克竟然把这个披萨月饼做得像个靠枕 还有荷叶卷编 觉得它像一个蛋角 像一个月亮一样的 然后挺特别的 基本上所有的顾客都会好奇 为什么它的外形不是圆的呢 其实 披萨可以是任何形状的 披萨月饼看起来就像半个月亮 不是很特别吗 应该说就是虽然是意大利的披萨 但是蛮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我觉得就是说 吃上去的感觉比较万松内脆嘛 吃意大利食品过中国人节日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接受 这种中西合璧的过节方式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